旅美投手王建民遭到勇士隊釋出之後 轉戰獨立聯盟的 籃馬里蘭籃協隊 第一顆也就傳出好消息 沒有錯 他在新球隊的首度先發 主投8點2局拿下勝投 那麼今天打算期待能夠維持正常出賽 再來決定下一步 這是王建民生涯首度轉戰到獨立聯盟 為了延續投球的感覺 保持正常出賽 王建民穿上籃馬里蘭協隊 41號的球衣 正式先發登板 這場比賽王建民投了8點2局 被敲出11支安打 丟掉2分 有三次三陣的演出 沒有投出保送 帥領籃協隊3比2拿下勝利 你有想要回台灣進去嗎 現在就先重新在這邊調整嘛 然後看最後狀況怎樣再決定這樣 其實就是正常出賽 然後去比賽 然後開心去打球這樣子 對啊 就沒有預設一個 想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 投了8點2局 王建民在最後關頭才連丟了2分 沒有演出完頭完封 對於年底的12強賽 他說要看到時候的狀況再說 沒有回決也沒有答應 聯合報系賴昭穎 美國報導